周四中午在包括美国共和民主的各党议员 以至赞成下全票通过了《香港自治法》 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霍伦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杜美联合推出 同时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案 谴责北京当局违反《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》 是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提出的 香港自治法反应 要求美国行政部门以金融等制裁的手段 惩罚涉及违反一国两制及香港高度自治的中港官员 包括镇压香港示威者的警察部队 以及负责对香港实施严格的国家安全法的中共官员 还将对于发现违法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制裁 《香港自治法》还需要经过众议院审议 最早可能在6月30号获得通过 最后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《香港自治法》有限